质量皆为100克的甲乙两个物体 密度分别是2跟0.8 将两个物体投入水中 那你要记得水的密度就没有讲 就是水的密度就是1 用CM三次方式克 那问题达到平等以后 两者所受到福利之比 那其实这里讲的要注意一点就是 它没有特别讲明 可是你要知道水的密度是1的话 那对甲来讲其实它会是什么 是不是会乘体 因为它密度比1怎么样 3 那乙的话0.8比密度1怎么样 小 所以它会是什么 福体 所以他问你这两个福利比 那这个福利当然我们这些福利是怎么样 是不是等于这个排开的流体的重 OK 也会等于什么 我在空气中的重去减去 我流体中的重 不过这里有应用到特殊的例子里面的情况 就是假如它是纯粹的福体的话 你这里的福利就会等于什么 什么物重 对不对 当然顺便假如你要知道的话 我们这里末路福体的时候 末路的体积会跟它的密度比例有关 一样成体的话会有什么情况 你的末路的体积就会等物体的体积 这是整个我们福利的要有整体的观念 你是这样 那它的福利呢 就不会等于物重喔 因为它是成体它福利只有什么 也是部分的物重而已 那跟它的密度比例有关 有没有了解意思 好 所以在这一题里面整个 第一个对假来讲 刚刚有跟你讲了 因为它是投入到水里面 所以对假来讲它是属于成体 那成体的时候你要算福利 你要这边算也可以 但是有没有发现你从这里算会比较 因为你物体的密度假的密度有 可是有没有告诉你假的体积 那你是不是要就把假的体积算出来 再来算 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你要转一个弯 但是你假如有记住这里的话 你成体的话它的福利怎么算 是不是直接就把它的密度 流体的跟物体的密度 还有这个物重直接来算吗 那你流体的密度是1 物体的密度是2 就物体的重是100克重 所以就这么简单 你就可以得到50克重了 所以没有发现 假如你有知道这个准则的话 是不是会比较容易算这个题目 那你没有 你要从这里排开的密度 不管成体福利这里都可以算 只是你要把这个物体的体积算出来 再来带进来就是了 第二个它是对乙来讲 乙因为它的密度0.8比水还要小 所以它是什么 福利 所以它的福利会有什么特性 福利的话是不是可能有物重 物重就是100 是不是所以就这么简单的 为你假以这个两个的福利 假的福利跟乙的福利的比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就得到的是50比100 就是1比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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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